好 另外也是最新的焦点 带你来关心 这是泰流董事长李恒龙 今天早上召开了SOGO股东会 不过遭到股东呛下 我们立刻把现场交给记者林小凡 带我们来了解 小凡 好 主播今天早上 泰流董事长李恒龙 召开了这个SOGO太平洋百货的临时股东会 今天主要目的就是要改选这个董监事 不过呢 在改选过程中呢 有小股东是跳出来发言说 他认为这股东会一切全都是违法的 来看看现场情形 要开会就好好的开一个会吧 大家干嘛要这样子呢 从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主席就不回答任何的问题 8月26号已经做过正式的改选了 这些董事完全是所谓的山寨板董事 许熙东他自己任命的山寨板泰流公司 被市政府驳回了一次 又被经济部拒绝受理 好 这名在股东会中临时站起来发言男子 他说呢 他以前的股数原本有十几万股 但是呢 今天来收到通知的时候 确实现在六万多股 他说原因就是因为 今天他李恒龙他们所发出来的股东会通知 他们用的资料都是五六年前的旧资料 根本就是不符合现代状况 因此呢 他们认为说今天的股东会是无效的 但对此呢 李恒龙也提出反驳 表示呢 8月26号远东集团召开的 搜狗股东会才是真的无效的股东会 那以上是现场进行 我们把镜头交换了 好 这段是大战 你可以看到呢 李恒龙召开了股东会 遭到呛下